一提到李小龙这个名字 相信大家都特别熟悉 这是享誉全球的华人的武术明星 而且也是李小龙 把中国武术传播到全世界 他是第一人了 其实在看外龙 也有个叫李小龙的人 他有很多绰号 非洲人管他叫非洲李小龙 欧洲人管他叫中国黑人 他一直致力于在国际上 传播和发展中国武术 希望能有更多人学到中国功夫 他的名字叫世言脉 在2010新加坡国际武术大赛上 记者见到了法籍喀麦龙人 多米尼加萨特朗 他是此次大赛表演嘉宾中 最引人注目的一位 不仅是因为他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 而且他的精湛的少林硬气功表演 也征服了全场观众 故事引来台下一阵阵惊呼 和热烈的哲声 他有一个中文名字叫世言脉 这位拥有法国和喀麦龙 双重国籍的年轻人 原来是喀麦龙一个部落的王子 十岁时 无意中看到了华人武术明星 李小龙主演的影片 龙争苦豆 从此之后便吃力上了中国武术 为了学习中国功夫 曾经获得会计学硕士学位的他 放弃了生意 变卖了家产 资深来到中国拜师学艺 我从小的时候非常喜欢中国武术 所以在非洲 在欧洲 也美国 他们说 你怎么这么喜欢中国武术 是不是中国武术在你的学里面 我说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那个 我非常喜欢中国武术 施岩麦先后在少林寺 和北京体育大学学习 他是少林寺方丈 世永信的弟子 也是少林寺第一个非洲裔弟子 学艺的过程异常艰难 但是施岩麦选择了坚持 在上律师 我觉得在中国就是 就囊的 因为为什么呢 我在少林寺不会讲中文话 对武术的执着热爱 使施岩麦终于学成了一身武艺 他练成了少林硬气功 也精于拳术 毛剑戟等器械 现在施岩麦是 法国非洲武术协会的主席 他一直热衷于推广和传播中国武术 并且在法国 加鹏 喀麦龙等地 先后发起成立了三个武术协会 和多个武术学校 有三千多弟子和会员 他说 他的理想就是在国际上发展中国武术 让更多的武术爱好者 能够有机会学习到 响当当的中国功夫 我现在已经都把了给武术 我的工资啊 我现在不工作 我的工资现在就是武术的 所以我现在 因为武术 我觉得武术非常非常好棒 非常非常好 所以 武术能帮助那个非洲人 咱们能帮助 我们可以在非洲 放在中国武术 因为在那边有很重要的 非洲人非常非常喜欢武术 在父亲的影响下 九岁的儿子多米 也成了一个小武术迷 施言脉现在最大的心愿 就是希望武术 能够成为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 在即将到来的2011年里 他也希望像他心目中的偶像 李小龙那样 拍摄一部关于中国武术的电影 感谢观看